在翔龍瑞斯的前導下 福建省政府今天終於正式 牽制回金門辦公了 1999年以過十五 當時在台北關 新店四十年的福建省政府 正式刷登去金門 行政院長連戰上午搭乘專機 飛敵金門主持剪彩儀式 受到在場來自全國各地 福建鄉親的熱烈歡迎 我們正強調去問 第一位置的重要性 不過因為時代的變化 二十二年以後的年底 福建省政府的營養全無改善 2009年以過十五 再一百五十五人的 全美航空公司班機 起飛後沒多久 就在紐約哈德訊河經濟漏洞 起飛五分鐘後 忽然遭遇鳥急 接著左右隱形連續熄火 當時駕駛當機立斷決定返航 在哈德訊河上滑行後 奇蹟似的以肌腹潑漏面 不然機上頭所有營養都沒人中心 奇蹟沙利伯格也讓大家動作影響